哈喽,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 蹄子干蔓越莓吐司 口感非常松软 而且加了果干的吐司口味丰富 酸酸甜甜的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不用出去买 在家就可以完成 首先把干果类材料浸泡10分钟 准备一个大盆 加入牛奶酵母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鸡蛋 盐还有细砂糖搅拌均匀 接着再把奶粉和高筋面粉加进去 先用手揉成面团状 然后放到砧板上 按照视频的方法继续揉搓面团 直到面团出现粗糙的薄膜状态 然后再把室温软化的黄油加进去 继续用手揉搓 整个揉搓面团的过程当中 刚开始会比较粘手 但是揉的时间久了 你会发现面团越来越光滑 过程大概需要25分钟左右 直到面团出现光滑薄膜状态为止 然后包上保鲜膜进行第一次发酵 然后把烤箱调节到发酵功能 再在烤箱中放一盘热水 这样子的一个发酵效果会更加好 面团发酵到原来的两倍大小 手指戳进去不会缩的状态即可 然后把面团放在砧板上进行排气 搓成长条形 然后再把面团分成三等份 再把面团进行第一次的整形 然后把整形好的面团包上保鲜膜松弛30分钟 再来进行包线 面团改成长方形 之前泡好的蹄子干和蔓越莓干加进去 然后再将面团卷起来 再竖起来把面团改成长条形 再从上到下依次卷起 这样我们的第二次整形就完成了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放到烤箱当中继续醒发 醒发到模具的8分满左右 表面刷上蛋液 上火130下火180 烘烤40分钟左右 在烘烤过程当中 如果表面颜色太深 可以适当地盖两张油纸 避免表面颜色太深 这样我们松软拉丝的蔓越莓梯子干吐司 就完成了 我们下期再见